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封建社会时期,朝代是在不断变迁,王朝是更替的,都是实行君主专制度,君主为了掌控权力,在给予官员封场时是十分谨慎的, 封王败相更是甚之又甚,被封王的除了皇亲国旗,就是对国家有极大贡献的人,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反例,太平天国在存在的十几年里,分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爷,可以说是中国两千年来所有狼爷的总和王,人们肯定不明白洪秀权为何封这么多的王呢? 其实在太平天国建立初始,对待封王这件事还是谨慎的,但是天津事变忠王的叛变,使洪秀权明的王的权力过大,不能很好地受他的控制, 而且随着太平天国信仰的改变,使封王成为一件普通的事情,这些王爷的下场有三种,一是被杀,二是被灵食,三是离奇失踪,第一种是被杀,包括带兵战死沙场, 因为被封的王爷过多,带兵打仗的都是王爷,还有就是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天津沦陷以后,很多在天津的王爷被屠杀,第二种是被灵食,这是亲王朝给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的死法, 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被抓以后,就会被灵食处死,那么王爷们更是不例外,会进行千刀万换的处罚,一刀一刀的割身上的肉,极其残忍,这其中包括林凤祥,石大开,宗王爱文光等等,还有就是离奇失踪,据传说有的说去了鸿门,但是最合理的解释,就是在天津被攻破之前, 一些王爷就闻风而逃,就像是梁王张宗宇,府王梁府青的,更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王爷, 清王朝值的太平天国一共封有多少王爷,他们的计划是全部绞杀,人算不如天算,但是在最后剿孽之时, 一些王爷也出逃了,让清政府忧心不已,就说府王养府青,在乘户之前就逃走了, 令清王朝失去其下落,清政府极其害怕,他会再次出演太平天国的历史, 杨府青十年之后,被自己的就部下执任,并且对清政府报告,进而导致他的死亡, 其他的一些出逃的王爷,加入最大的黑社会,是据一些民间故事所得, 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墓地鸿门组织,并且在清末一些王爷,被贩卖到南美洲, 现在的秘鲁还有太平天国的后代,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进行查证的, 只是人们的一些传说罢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